日本环境街道快散体验 跟一种结合嘉义美物图建 三顶三个路跟店街搭着共享空间 为开修以来去美洲人条整奥那一层 透过喜欢街道空间试验 让民众感受改变最后的差别 借出新出经济店街的连动和响应 典型公布门跟民间共同合作 实际改持日本环境的推动和落实 一个好的街道的活动 其实是可以创造非常有趣的 而且漂亮的街道景观 那么在去年开始呢 我们有成人街这边举办了非常成功的 嘉义美街图建的计划 那通过这个计划呢 我们也串联了沿街的商家 以及我们这个周边的一个整个社区的发展 那也非常荣幸得到了去年 台湾景观大奖的沟通传播类的最大奖 那么今年呢我们想选中这个蓝景街 通过蓝景街的空间的改造呢 更进一步的加强 我们这个跟市府跟民众沟通 怎么样打造一个更友善 更人本的一个街道环境 那么同时呢 不光是让人能够好走好玩 同时也可以让周边的店家 能够在做生意上面更方便 那么我想这个是 通过这次的这样子的一个实验呢 我们希望能够进一步的实践 我们嘉义市政府对于街道环境 还有商圈的发展更重要的意义 该这些有多次发展图标识 人本环境实验 每十月十五号 起床到二十六号 期间二十二到二十四号三天 协定木桑咖啡在夜间开放 另外这些美物图件在二十三到二十六号 基本夜间糟蹋 希望通过华东 专业面证 中心实验够的美好人本环境 先想到民家的七彩虹不得 中心地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